受马来西亚行动管制令的影响 本地培月嫂的供应面对短缺 受访的中介表示 订单虽然多了 但人手有限 因此希望当局放宽条例 批准让培月嫂短期入境我国 来看记者蔡庆凯的报道 卓同利和太太昨天迎来第三胎 不过马国上周实施行动管制令 导致早前已预定好的马国培月嫂 无法如期前来我国 还好他紧急上网和透过朋友介绍 找到了培月嫂 受访培月嫂中介表示 马来西亚培月嫂的工作准证 一般为28天 过后最多可延长到56天 现在的情况不明朗 所以希望当局可以放宽条例 我们只能要很谨慎的 这个调配我们的现有的人力资源 就是说在本地工作的 他们完工之后 我们就让他们回宿舍休息 所以他们可以准备 接新的一段工作 有些越少在马来西亚 不能进来的 他们就是没有钱收入 他们也是担心 第二他们也是担心那个妈妈 没有人照顾 目前新马边境管制措施 因为疫情的关系 而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 企业因此将同政府 或者是培训中心合作 招聘有兴趣加入 培月嫂行列的国人 为他们提供在职培训课程 以解决培月嫂 人手不足的问题 新传媒新闻记者蔡清凯报道